遠處傳來轟炸聲 火光沖天 二十七號清晨在俄烏邊界的俄國城市 比爾戈羅德 有不少俄羅斯民眾目睹飛彈化過夜空 這是烏克蘭的反擊行動 根據CNN報導 烏軍瞄準俄國境內的軍事基地 除油槽發動攻擊 過去對反攻行動總是默不作聲 這一次烏軍大方承認 更隔空開嗆俄羅斯 西方軍援烏克蘭的重裝武器派上用場 而根據外媒報導 在俄烏開戰後 美方更多次提供精準情報 協助烏軍進行好幾次特殊行動 擊殺俄軍將領 有歐美替烏克蘭撐腰 顯然讓普丁覺得盲刺在背 再度祭出核戰威脅 依照目前俄羅斯的核武實力 一旦發動核戰恐衝擊全球 而西方制裁顯然難以軟化普丁態度 英國外相不會言 這場仗打個五年十年都有可能 不怕延長賽 只怕普丁真的動用核武來場輸死戰 讓俄武大戰走向難以 挽回的局面 三日